欢迎收看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进入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 新闻的回顾带大家去了解 一些争议新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再进一步去关切的一些 议题 我们在看这些事件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那个冲突的面向 更去关心它背后 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等等的面向的问题 我们有Podcast频道跟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来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我们很期待 你帮我们分享我们的讯息 跟大家来介绍我们的节目 跟公民行动引力记录资料库 同时也期待您可以透过 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因为我们是一个 透过群众募资而独立生存 独立存在 独立经营的一家 这个独立媒体 另类媒体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要来跟大家谈一个议题 我自己回首一看 才发现我们节目谈有关于死刑 谈冤案的这个问题 哇 真的是不少 这的确不是一个很讨喜的题目 但是对我来讲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因为这个事情在社会里面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看法你说谁对谁错 恐怕未必能够有一个定论 但是能够透过节目去了解每一个人不同的想法 也都是一个民主社会蛮重要的一个历程 那前一阵子呢 这个国外的一个机构 也跟台湾的费死联盟做了一些合作 就是去调查台湾的国会议员立法委员 他们对于费死政策 或是停止止行执行的政策 有什么样的看法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就要邀请到的是费死联盟的执行长林欣怡 来跟大家谈谈这个问题 就是台湾的这些国会议员 他们怎么去看费死的政策 他们支持吗 他们反对吗 他们支持 他们会愿意去推动吗 或是他不愿意推动的原因 是什么呢 是来自于自己在价值上面的认定 还是来自于这个民意的压力 那当然死刑的问题要考虑到的面向是很多 他也不单单是国会议员 想要做什么就要做什么 因为毕竟是一个民主社会 所以他可能需要更多的讨论 我们接下来就要邀请欣宜来跟我们谈这个话题 欣宜你好 大家好 其实每次谈欣宜 就是跟死刑会有很大的关系 我刚刚在前面也跟稍微跟欣宜稍微开玩笑说 我们应该是全台湾谈死刑 或是谈冤狱一个 算极数还蛮多 不敢是不是说最多 但是极数应该是很多的一个节目吧 对 对应该 而且谈的应该是最深入的 好 我觉得是比较重要 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背后有很 不是那个我们表面上面看到的那么简单 才能要更深的讨论 这好像到底这个社会对死刑的看法是什么 当然我们如果在一些资讯不够充分的状况底下 我们都觉得说死刑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 但实际上面未必是如此 那当然在前一阵子费死联盟 还有一些学者也做了一个调查 这个调查其实是以立法委员为对象 来去了解他们对于死刑政策 或者是他愿不愿意推动死刑的一些看法 我想先请静怡跟我们分享一下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项调查 然后为什么要以立法委员做你们的调查对象 事实上台湾就是要不要废除死刑 虽然我们说我们已经签署了公正公约 所以一定要往那个方向迈进 那公正公约事实上也是立法委员所通过的 可是要往下走到最后一步 事实上还有可能几种方式 一种是我真的就是有个废除死刑法案 或者是我可能推动公正公约的第二任者一顶书 类似像这样 那有些国家可能就是有一个停止死刑执行的法案 这是几种可能性 可是我们可以从这几年的氛围来看 就是说可能立法委员在面对死刑的这个问题 那一方面他们可能觉得 因为国际公约 这是我们国家的义务 所以好像废除死刑 有些政治人会这样讲 可是又会以民意说 因为民意还是反对的 所以我好像不能够做什么样的一个推动 所以我们就 说实来我们很想要理解 就是立法委员他们的看法到底是如何 我记得事实上费时联盟很早成立的时候 我们在2006年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有针对那时候是230个立法委员 我们有做过一个非正式的内部的调查 那大概有四五十个立委回复 然后回复里面大概蛮多人是支持废除死刑的 可是你当然可以想说不回应的人一定是可能对这个议题是反对的 因为其实很多的调查里面他愿意去表达 他其实是有很强烈的意志 可能是强烈的支持或是强烈的反对 但是以这个他如果公开的表达 事实上对他来讲可能是一个压力吧 对而且这是2006年的意见嘛 那我们就很想知道说 尤其是到2010年之后 那个台湾死刑执行存废的讨论 说实在是非常的激烈的 那我觉得政治人物也不敢表态 然后也会担心选举的时候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就在想说用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让我们理解说我们到底国会里面的意志到底是什么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英国的Dest Penalty Project 就是英国的死刑专案他们合作 因为他们在有一些国家 包括孟加拉印度 然后那个巴贝多 辛巴威 然后印尼 就是有一些国家 他们就是针对了所谓的精英人士做调查 那其中主要当然是国会议员 然后他们也有做法官 或者是媒体的这个调查 所以我们就来想说我们想要合作 然后后来我们两个团体 共同委托了英国牛津大学 以及台湾的东徒大学 那让他们组成一个研究团队 那这个研究也还蛮谨慎的 因为他们就是也要通过牛津大学的伦理审查 然后我们那时候讨论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当然是倡议团体 所以我们就是研究委托他们 让他们做 然后在访谈的过程当中 就会跟立委讲说 我们就是一个匿名的一个调查 就是我们最后的成果的公布是一个匿名的 那希望说委员们可以有意愿可以来接受调查 那这个调查并不是只是二元的 就是说你支持或不支持 那个题目的设计是希望说 我们里面可以得到比较多的丰富的资讯 帮助我们去判断说 那未来的倡议怎么做 或者是怎么理解立法委员的这个行为 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调查的一个合作 这个调查 其实前一阵子也开了一个记者会来做公布 他的调查结果 我不晓得这个调查结果 是一个什么样的意见的分布 那这些结果跟 你刚才也提到说 有些国家也做了类似的这种精英的调查 或是国会议员的调查 我们的国会议员在这个事件 这个议题上的看法 跟其他国家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先讲一下主要的发现 当然有一些更细节的报告的内容 我们有报告在Face联盟网路上 若有兴趣的人可以下载来 那我先讲一下 就是简单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实在我们有113位立委 那只有38位就是接受访问 那为什么只有38位有比较多的解释 当然你可以讲说 他可能就是反对这个议题 所以他不接受 可是那时候我们主要还是遇到疫情期间 就是我们开始在约访的时候 就是疫情升三级 然后立法委员 就是立法院不能进去 然后很多立委对于要面对面的访谈 这件事情有很大的疑惑 可是因为这个研究他必须要是面对面的访谈 所以有些委员就觉得说先暂时先不要 那所以我们花了蛮长时间的时候 在第一年的时候 就是2020年底的时候 就是只做了11位 那后来才渐渐渐渐就是总共做了38位 那有一些人他们说他们不能够参加的原因 他们就讲说他们可能太忙啊 或者他们想要对这个议题表示中立啊 然后或者是他们认为他们对这个议题不熟悉 以及没有兴趣 那所以他们就是婉拒了这个调查 所以后来虽然我们只有38位 大概占了三分之一以上 多一点点 比三分之一多一点点 但是因为我刚才解释的 就他不是一个是非的问题 他是一个希望有时候有开放他们的回答 那所以我们就会希望说这38个意见的整理 还是会对我们来讲是有意义存在的 所以我们就那时候也没办法了 我们就只好在去年的六七月的时候 我们就终止了继续的访谈 否则有一些是有答应 但还没有约到时间 可是因为那时候就考虑到会期 中间的会期结束的时候 事实上他们回到各地选区 又更不可能访谈 但是我们又不可能再等到9月份 才来做分析 因为这个研究案 他有他一定的实现的 所以我们只好说就忍痛说结束了 可是在这个即便是这38位 我们还是觉得有意义的地方 是这受访的38个立法委员当中 大概有六成以上的人 是支持废除死刑的 那你当然可以讲说 当然啊 可是那39%的人是赞成保留死刑 但是只有一位是非常的强烈的 就是坚定的支持维持死刑 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调查的方法当中 我觉得有一个 有一个也是他们在其他国家里面做的 就是我们的假设都会是觉得说 如果你有更多的资讯的话 你可能会比较倾向支持废除死刑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让 在访谈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让这些立法委员去 问他们理不理解一些死刑的事实 以及知不知道我们曾经在 之前做过2013年2014年 做过一个大型的民意调查 但是我们2019年又重新出版了 这份报告 我们就把里面的一些资讯 提供给立委 然后让他们知道说 比如说一般 一开始的时候会让他们在没有这些 相关资讯的情况之下去做一个表达 然后后来再告诉他们说 有这些相关的配套措施 或是现实上面它可能是怎么样 他们的意见又是什么 所以这些相关的配套措施 或者是现实的状况 你们举出了哪些东西 应该这样讲 就是我们民意代表 他就会最担心说民众反对 所以因为民众反对 我就不愿意去推动了 所以我们就让他们知道 那个调查的结果是民意 怎么想这件事情 那民意怎么想这件事情 包括说如果有死刑的替代方案的话 例如我们那时候做出来研究是 如果是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然后受刑人在监狱里面要工作 然后工作所得要赔偿被害人 这是一个选项的话 事实上有71%的人是支持FACE的 所以我们让他们知道说 这是71%啊 对 这之前来我们所理解的说 反对死刑是几乎是反过来的 对没错 所以他们就会知道说 民意并不是怎么讲 铁板一块 或是民意并不是不能改变的 民意是需要你提供给他一些配套措施 或是一些相关的资讯 那所以我们就提供了这些问题之后 然后让立委再做一次回答 那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说 立委好像比较有点信心了 所以对于废除死刑的支持度就往上升了20个百分点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的确当然他作为一个民意代表 他当然要关切民意 可是他当他比较认知到真正的民意是可能可以改变的 而且是有一个非常严谨的实证研究的时候 那我觉得他就会改变他的想法 所以这是我们当初在他们在设计 这个问卷的架构的时候 他们会就是让一方面是让立委 就是问他们知不知道死刑的一些事实 然后先问他们自己 直接的问他们对于死刑的看法 然后再提供给他们一些资讯 然后民意的资讯 民意的看法 然后再让他们去选择 就是到底他们会怎么样做决定 然后里面我们有一部分的问题也在问说 他们觉得减少犯罪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然后让他们选择之外也就会让他们排序 然后你会发现说大部分人 不管你是支持还是反对 还是会觉得说有一些所谓的 解决社会正义的一些配套措施 例如减少贫穷这些措施 可能还是减少犯罪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借由比较复杂的访谈跟问卷 那你得出来的资讯就绝对不会是说 立委都反对废除辞行 这种很简单的二元分的这种方法 那的确我们可以看到 当他知道了一些资讯的时候 他可能在态度上面会有一些改变 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 他们真的不知道这些资讯吗 或者是说 在你们观察的过程当中 对很多人来讲 有没有配套措施或者是有没有实际的这种死刑 有没有实际的效用 立法院应该比我们知道 一般的民众知道更多 那是不是他们反而不见得是知道更多呢 我的感觉是 就是因为我们有问他们说 他们觉得自己对于死刑的知识是不是足够的 那大部分的人都回答说 他们是比其他政治人物还理解 这是他们对于自己的判断 那可是这样的我们提供了事实给他们的时候 有些人会发现说 他们事上不知道这些事情 然后可能就改变了他们的一个看法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他们可能 以为他们清楚 可是后来就发现说 可能跟他们想象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我从这里面我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很多拒绝受访的人的理由 是说他对这个议题不清楚 或是没有研究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我们有机会让立法委员清楚 或知道我们这些研究的时候 那会不会有机会改变他们的方法 不过我也很想提一个 就是我自己看到比较有趣的 我不能讲有趣 即便我们看起来是比较正面的 就是知道更多讯息 你会改变你的态度 可是当我们问到说 如果现在在立法院里面 就是有一个废除死刑的法案的时候 那有多少人会愿意就是带头推动这个法案 那38个立委里面只有一位说他会愿意带头 然后那个有53%就会说他支持 但他不会带头推动 如果有人提的话可能支持53% 但是他不会带头推动 我自己觉得就是还有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数据 就是我们不能够只看那个很好的那一面 我觉得我们要看我们比较担忧的部分是 有一个问题是问说 如果立法院里面推动废死的法案的话 那事实上只有3%的立委说他愿意就是带头推动 3%的意思就是一个人 那53%的人说他会支持 但是他不会带头推动 然后他会支持某些犯罪不适用死刑 有18% 然后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有13% 然后倾向于反对且提出异议的 也是13%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大概你说愿意带头推动的人的话就只有一个 那我必须要诚实讲 就是说因为这是一个严谨的研究 然后也跟立委就是说明了 这就是一个匿名的 所以除了研究团队之外 说实在的我不知道有谁受访 我也不知道那个里面的立委 到底是谁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意见 可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虽然藉由这样子的一个调查 你可以知道说立委有更多的资讯 愿意会支持废除死刑 可是在行动上面可能还是会有落差的 那这个落差可能我觉得 就是我们应该要去努力的一个方向 那你们有在进一步的追问说 为什么你支持有了更多资讯 然后去支持废除死刑 可是你不愿意推动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边有一些相关的数据跟调查吗 我觉得他们比较多的那个考虑 大概也真的就是 会对政治上面就是选票上面的影响 就是会有这个担忧 因为这个是没有加分的 对 然后比如说我这边 这边事实上也有一些数据资料 就是说我们有问说他们支持死刑的这个理由 那有人会说死刑就是要用来贺阻犯罪的 但是这当然是一个错误的资讯 那再次我认为社会大众就是想要有死刑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被害者家属需要受到宽慰 这个是比较排名前面的这个原因 那那个支持废除死刑的理由可能就会觉得说 会有冤案 然后他们觉得长期的监禁比较有嚇阻犯罪的效果 那这的确是的 然后死刑是侵害人权的 所以从整体来看 我觉得有一些 因为有一些我是开放的提问 就是开放的问答 那从那个回答来看的话 也会觉得说 即便是我知道了一些资讯 那民意可能不是铁板一块 可是让我作为一个主要的这个推动者的话 那每个人还是会有一点担忧在政治上面的这个影响 对 我想这个其实算是蛮正常的反应 因为毕竟是民意代表 他当然要考虑到民意 那即使你们谈到你们做出来的结果说 其实民意没有那么多人的 在配套的状况底下 没有那么多人是反对这种废除死刑 可是他也许会考虑到说 真的是这样子吗 或者是说万一我这样推的话 那民众也不是很清楚的状况底下 他会不会其实又变成是另外一种反扑 那我想我们先读题一下 待会我们再请教新疑 就是你们刚刚谈到 你刚刚谈到是2019年 或在更早之前提到的这种民意 当你告诉他更多的资讯的时候 他的想法会改变 那到底那些资讯是什么 例如说刚刚有提到说 死刑可以恶阻犯罪 或者说死刑是不用花 例如说好了 这个死刑之后 政府国家就不用花那么多的钱等等 那你们到底是哪些资讯 是揭露出来 让大家在这些想法上面 去做了调整 做了改变 我想这可能是更需要被讨论的原因 因为我们现在恐怕 也大概就只有二分法 对于那个配套措施或者是可能的配套措施 是什么我们未必会理解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是苏建和 然后我是在1991年的时候 被判死刑 叮演 可能对很多人来讲 就是一个案件嘛 不关我的事情 反正不要冤枉我就好 在那时候 只开了三四天 结果然后 到下一次就宣判 好像做梦一样 自己明知道 自己是冤枉 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被警方刑求 然后认定警察是我杀的 所以我在2006年被法院判决死刑确定 被关了5322天 他们直接把我绑在档架上 拿了一条毛巾 往着我的鼻子 然后嘴巴盖住 然后开始灌水 当你吸不到空气的时候 你会挣扎 你就会觉得 你好像快要死掉 我在输送的过程中 我都必须坚强地去面对 然后 可是有时候 晚上其实是真的很痛苦 梦到被电击被灌水都会惊醒 当你被判死刑定验 要执行 他不会通知你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被带出去执行 所以你只能等待 每天都等待 你一天一天一天地等 最难过的就是在等待的时候 你那种心情 你一边会很期待 他们赶快来带你去执行 赶快解脱 因为死对我们来讲 当下是一种解脱 其实一开始 回来那段时间 其实不太敢出门 一来是怕冷血 二来是 不喜欢出去被迟迟迟迟的那种感觉 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 才比较能适应 我们社会正常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的回顾带大家去了解到一些争议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去关注的议题 让我们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能够看到它背后重要的门道 重要的意义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Podcast频道跟YouTube频道 当然也很期待 大家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可以做更好的访谈 做更多更好的报道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天的是费死联盟的林欣宜 欣宜你好 大家好 我们在上段节目当中有提到你们针对立法委员所做的一个调查 那在这个调查当中其实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 就是当立法委员知道这种民意的实际的状况 或者是有一些相关配套措施之后 他们其实对于这个死刑的 这个废除死刑的这个支持度 相对之下就会比较提高 那他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你们在对另外一个状况 就是你们在针对民众在做调查的时候也提到了 当他们知道一些实际的状况 例如说配套措施也好 或是现行的可以的一种相关的制度也好 这个反对死刑的人 支持废持死刑的人 他事实上高达到了百分之七十几 所以我想一个更重要的关键就是在于 到底我们不要死刑有什么样的配套措施 这个配套措施可以达到二子犯罪也好 或是这个配套措施可以让某种的社会正义可以实现 那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可能先回过头还稍微讲一下 那个到底得到什么资讯会让他们改变 刚才讲到的是有一种是当人民知道说有冤案 而且真的有人被杀掉的时候 他们就会降低对死刑的一个支持度 那另外一个是如果比如说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然后我刚才讲的这个可能就有百分之七十一 可是还有一个数据是如果是无期徒刑 二十五年可以假释 但假释的门槛非常的严谨的话 事实上支持死刑跟反对死刑的比例是差不多的 而且反对强烈反对废除死刑的人会变得蛮少的 所以意思是说台湾现在有死刑 然后接下来最严重的刑罚就是无期徒刑 二十五年之后可以假释 所以基本上如果是这样的话 基本上支持跟反对人是一样的 那另外我觉得在那个问卷当中 还有一个问题是比如说我问你一些情境题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确都是问 你支持或反对吗 可是我们在一些情境下面 请他们选择你自己会不会支持死刑的时候 那是会影响他们改变的 我们那时候列出五个情境 但是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个情境 就有一个情境是说 有个人他就事先准备好了水果刀 然后杀害了一个小女孩 那你认为他应该被判死刑吗 这个时候有83%的人认为他应该被判死刑 可是如果同样的一个情境 对可是同样的一个情境 我们就跟他讲说同样的情境 但是法院调查之后就发现说 这个人他可能患有精神疾病 然后长期进出医院 那你认为他应该被判死刑吗 那被判死刑的比例就是到了34% 就比较没有那么多人 就比较多人会觉得他应该被判 有某些条件的状况底下 大家是可以理解的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问卷 就是逼大家思考一些你的价值到底是 你支持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所以你看大家是不能够支持冤案的 就是如果冤案的话大家会担心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一个人的背景 就是犯罪的背景 我觉得也会被大家给关切的 那这也比较符合我们现在在做的司法改革的时候 我们现在在重大刑事案件的时候 都还是会希望说 不是只是讨论他犯了多严重的罪 还要了解他这个人犯罪的这个成因跟这个背景 对这是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 那你说配套措施的部分 到底我们有没有哪些配套措施做得到或做不到 我觉得你看我刚才第一个讲的无期徒刑 可能就是一个举例 那大家还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于说我们担心说这些人被关到监狱里面 那在监所里面他到底能不能得到比较好的处遇 那这个我相信这个监狱的处遇 监狱的改革这件事情 大概我们讨论不完 就总是有人会觉得投入太多资源 但是也总是有人说觉得说不太足够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 然后再就是我觉得也很多人会担心 就是那对于犯罪被害人的保护应该怎么办 那我觉得犯罪被害人的保护 我觉得没有一个 就是我觉得没有一个OK的 我做好了绝对没有这种事情 可是我也觉得从这几年来 有慢慢的有一些进展 我不能说他做得很好 因为我不觉得他做得很好 没有可以检讨的地方 可是有时候包括大家都会考量到说 比如说这些被害人 他们可不可以在法庭当中 他们可不可以陈述 然后他们可不可以扮演一定的角色 然后包括修复斯司法该怎么进行 然后也包括说 我在陪伴一个犯罪被害人的时候 政府可能可不可以用一个比较 就是以个案为主的 以被害人为主的角度 而不是以就是好像司法审判为主的这个角度 来想这件事情 那我自己觉得他是有慢慢的进步当中 但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可是我会觉得这就是整个讨论的过程当中 你是用一个比较理性的方式 是推进不管是司法改革 或是犯罪被害人保护 或是监索改革的这个讨论主张 你就是用事实去做讨论 而不是我们好像只是很直观的就觉得说 应该死刑比较好 那所以我自己觉得是有进展的 这的确是如此 我其实好像跟欣宇或是在节目 或在其他地方有谈论过 我自己在教学的过程当中 我每一年社会问题分析的课 死刑是一定是我在课程当中都会谈的 不管是过去谈苏建合 或是后来谈王幸福等等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社会议题 常常是一个争议的一个议题 但是我发现很有趣 就是大概十多年前开始谈的时候 哇这个每次谈这件事情 一般上大概就会吵起来 那这吵起来 大概你会发现这个支持实行的人 是相对比较高的 可是慢慢你会发现 那个讨论就变得很和缓 然后这个比例上面开始做一些调整 那更大的一个有趣的像 就是你刚刚提到的是 当我们告诉他说 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些废套措施 或者是未来可以用什么样废套措施 一样能够达到所谓的我们的目的 我们的目的当然就是 很大的一个部分 就是要去减少这个犯罪 对不对 或是某种的这个正义的落实 你就会发现 同学们的反应就会不同了 他会觉得说不一定 对啊 不一定要去执行死刑 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 其他的做法 但是我觉得现在问题 就是出在于这里 就是我们要去做一个任何决定的时候 资讯的清楚 或是资讯 公共资讯的本身是很重要的 但其实会有很多的 没有办法讨论 或是在讨论过程当中 很容易充足跟对立 是因为我们对公共资讯 或是现实的资讯是不了解的 但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这有什么解法吗 就除了我们在学校里面 就告诉大家说 哇这个可以怎么怎么样 但是在现实上面 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 接受到你们的民意调查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 去接受到这些资讯 我自己会觉得当然民间团体 这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我们会努力的推动 可是我会觉得 政府可能应该要有一个 比较清楚的政策 也会影响政策的走向 就是我的意思说 我们讲再多 可能不如 可能人家会怀疑我们的资讯 我们的数据 会不会是你们 因为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需求 去做了某些 可能不是那么的客观的调查 对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部分 政府应该要一起来 就是说提供正确的资讯 我觉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可是现在比较可惜的是 你看到法务部在接受访谈的时候 他们大概也讲不出 为什么要废除死刑的论述 那只能讲说 因为是公约的要求 那人民听了就会很生气 那如果说要执行死刑的话 有其他国家 这样我们就一定要这样 国情不同吗 对 然后可能比如说 那个名义很高张的时候 他就觉得 那我就决定执行死刑 所以我会觉得 他们没有一个中心的思想 问他们 他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可是我自己觉得 还是有一点点进展的可能性 是因为 我们已经是公正公约的签署国 那每三年都会有一次的 那个就是国际审查 就是邀请国际专家来 他们对于所有的人权标准 可能比我们有一些经验 那他来看看我们的国家报告 人权是不是保护到了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第三次国际审查是延到今年五月份 可是在之前的那个 国际报告的 国际审查的那个 结论性意见里面 就会希望说 台湾应该要有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那这也是很多 各国在 落实人权 他们会做 就是我有一个公约的保障 可是我如何落实 那行政部门 他的那个 就是人权行动计划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是很重要的 那至少我在之前看到的 就是国家人权行动计划里面 对于死刑这件事情 他们就会希望 就如同我们之前的建议 就是说 你应该还是要做一次的民意调查 帮助你去做决策 不是只是想说 民意是怎么样 而是要有一个比较好的 民意调查 帮助你做判断决策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 是我们就会要求说 那政府开始要提出 你们的配套措施 因为我们讲再多 我们就是民间 可是法务部或是政府 应该试着提出 可能的配套措施 替代死刑的配套措施 然后跟人民沟通 可能人民不满意 那不会通过 可是有可能 因为有配套措施 你可以从配套措施里面 越谈越清楚 就人民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那这才有往前 推动的可能性 那当然我们在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里面 虽然5月份 还没有正式的公布 可是据我所知 可能包括对于 检察官的训练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一个 重大刑事案件 每个人都会气愣 包括我会很生气 为什么会有 这些重大刑事案件 可是那时候 我们都还不了解案情 不了解状况 那大家就会 在网络上面评论 那检察官 在做起诉的时候 他是不是可以 本于就是 法律上的要求 或是人权保障 上面的要求 那不轻易的 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不应该求除死刑 因为你对事实是不太清楚的状态之下 然后让法院有一点空间 是可以在那里面看到证据来做辩论 那个证据包括有罪无罪 那那个证据包括说 这个人他的过去的一个 生活的一个形状 那如何影响到他 是不是犯下了这个罪行 那当然有时候也会牵涉到 可能他是不是有一些 就是一些精神的 CRPD的这种障碍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东西都可以很理性的来 做讨论的 因为我们基本上我们不可能说 回到过去就是一个死刑泛滥的国家 我相信没有人希望台湾是一个死刑泛滥的国家 因为我们过去有太多的经验 就是他会是冤案 他就会是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手段 我相信没有人会想要这样子的 那死刑在维持的状况之下 他一定要越来越严谨 那这个思辨讨论的这个过程 是希望说 司法界他们可以谨慎的下判决 那可是同时我们也希望带动 就是立法委员或政治人物 他们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不要仅凭着这个情感 或是仅凭着就是大众的喜好 然后来做一些发言 因为大家就会相信了 那我如果政府可以带头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里面 就是做好他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把好的研究 好的论述 好的数据拿出来 让大家看的话 他的确还是有讨论空缺 他可能不会立即废除死刑 可是我们的讨论会会比较有进展 我觉得每个人他都会有他自己的立场 每个人都有他的情感 我觉得这是正常也是无可厚非 但是我会觉得政府他其实他是可以有立场 他可以他自己可以决定要死刑或是不死刑 我觉得没有办法去要求每个人都跟你或是跟其他人意见一致或是不一致 但是那个政府的情感可不可以少一点 就是说他可不可以不要常常被这个外在的环境 不管是媒体的报道或者是这个民众的反应来去左右 他更重要他应该是一个理想上 他应该是一个理性的机制 所以如果你支持或是不支持 可是我觉得一个重要地方就是 好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支持跟不支持他的可能性是什么 或者是有没有相关的配套措施 这应该是一种公共资讯必须去揭露 甚至他应该去要带大家讨论 或者是退一步讲好了 很多时候我们的政府常常说 因为民意还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不要去做这个废除死心 但是民意这样子就一直是这样子吗 还是你可以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跟大家做一些沟通 或者是促成这个社会去进行公共讨论 可是相对之下 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好像在这部分是不太用心 或者是他根本就不在意的吧 因为我觉得政治人物或立法委员 他不能是一般人 我觉得一般人当然我有自由的 我想我要我希望什么 可是政治人物或是立法委员 他们就必须要有议题代理 他需要研究 他需要研究说什么会是对台湾最好 那对台湾比较好的可能不符合民意 可是可不可以试着说服 那有可能没办法说服 我们就再想办法 那找到一个可能我们大家可以接受的点 可是因为当然大家很不喜欢听这样的事情 可是因为公约的落实已经现在是我们台湾的义务了 就是人权公约的落实 人权公约的保障事上是最低度的 那他已经是我们的义务的这个状况之下的话 你必须要往那个方向去走 那尤其是我觉得所有的公约的通过都是立法委员通过的 我有时候我就会想说你自己知道说你通过了什么样的公约吗 你通过了什么样的法案吗 那你在通过这个之前你有没有仔细的想过 那如果你有仔细想过的时候 当人民来质疑你的时候 你能够捍卫吗 说实在来这个不是国民党或民进党的问题 是因为我们在公约的通过 然后这个部分就是国民党民进党 他们都参与在其中 就是他是跨党派的部分才能够通过的 那你现在回过头来可能就觉得说 这可能不是你的责任 把它全部都推给民意 或者推给民间团体 我自己觉得这是还蛮可惜的 这不是我对于一个政治人物的一个期待的 那当然我们不会说 我们还是会继续努力做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只是有他们的参与 最低度的就是你提供正确的资讯 这件事情就会对讨论非常有帮助 就是至少你要把这些资料告诉大家 现实是什么 而不是民意是什么 你就依着民意去做 并不是说民意不重要 是民意他有时候是在一个错误的资讯上面 做的反应 那这个政府有他的责任是必须要去理清的 那当然我想请教最后一个问题 即使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司法制度 即使我们可能觉得 这个死刑也许要把它废掉等等 可是从一个华人的社会里面 或是从一些我们传统的文化里面 都会提到的一个事情就是 好了那这个人死掉了 对不对 这个人被杀死了 那他的正义要怎么样去落实呢 就是你们只关心的是这个加害者的正义 难道这个被害人的正义 被害人的身体心理的创伤 或是家人的这些创伤 废除死刑的 怎么去交代呢 至少我们死刑还在 那我至少还消了一口气吧 至少我会觉得说 他得到应该有的报应 但是现在可能连这个报应 或是连这个在文化上面最基本的期待 可能都没有 那这些人该怎么办 我觉得就是并不是所有的被害人 都希望有死刑 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希望 这个加害者受到惩罚 那这个最严重的惩罚是什么 有人坚持死刑 那有人可能觉得终身监禁不得假 是可以接受的 那这当然是可以讨论的 所以并不是只有死刑 才可以算说加害者受到了惩罚 这是其中一个 那我自己觉得对于犯罪被害者来讲 我必须要讲说 我觉得再怎么样都无法弥补 我们就算杀了一个死刑犯 死刑犯的这条命 能够赔那个被害者那条命吗 有些家属会说 我的家人的命 你这个死刑犯杀了也没办法赔我的 因为这真的不可能等同 你怎么可以觉得他们是等同的 所以他真的有很多的 就是我必须要讲 这真的是非常令人难过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会觉得一方面是我刚才讲的 犯罪被害人保护 你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做到最好 因为真的你的被害者已经被害了 可是你还是要在这个基础上面去努力的看到 在世他们的家属能不能得到一个补偿 那另外对我来讲 我觉得最好的一个事情是 我们不要再看到有下一个被害者 我们都不希望有下一个被害者出现 那对我来说死刑它并不能够阻止这件事情 我反而会觉得说 比较理性的来分析的话 大家都说长期的监禁 事实上是比较有嚇阻犯罪效果的 那以及相关的配套措施 或者是社会治安的这个维护 事实上才是能够避免下一个被害者 在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所以对我来讲 Face联盟并不是不关心犯罪被害者的这个权益 或者只关心所谓的加害者权益 对我来讲 每一个人的人权都应该要受到保障 那我觉得应该要去看说 怎么样的人权保障 你才能够去促进那个人权 而不是只凭我的直观 就是觉得说 我就是觉得要这个人死才可以小狠 我觉得被害者家属 他绝对可以这样想的 这是他的愤怒 他的情绪 他绝对可以说 我就是希望 他的判死刑 这个人去死掉 我觉得被害人绝对可以这样讲 可是我觉得作为政府 作为我们理性的来思考说 如何会让整个社会往前进的时候 我们可恐怕要思考的多一点 我想每个人都还有他自己的价值 或是有他自己的情感 都有他自己 我觉得都是无可厚非 这也是应该的 也是正常 只是说我们在民主社会 在做判断的时候 他应该要有更多的公共资讯 要更多的事实的基础上面 我们再来做决定 我觉得那相对之下 可能是一个比较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向的一些做法 特别是刚刚一直在强调 政府政治人物 这根本就是应该去带头做 或是他根本就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工作 那时间很关系 又反问到欣怡到这边 但是期待下次你们如果再做这个调查的话 不是只有立法委员 政府官员也可以去问问他们的一个道理 还有媒体 还有媒体 对国外 我们会希望可以做到这一点 好谢谢欣怡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跟你请教相关的问题 我们下回见 拜拜 谢谢 拜拜